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此次大展命名《异域同会》 取自山川异域 风月同天 它的出处是记载唐代高僧 见真东渡世纪的东征传 这个是一幅典型的桃花物的多色套版 对 说这个桃花物零化 为大众所喜爱 也就是说老百姓能去买它 它首先在题材上 一定要是让老百姓喜欢的 像它这个区域这个鞋印 叫年胜贵子 年和这个年是铜银银银银的不断地生贵子 这里面也体现了一个 祈祷融融的一个家庭生活 桃花物零化它也是很强调故事的情景 强调题材的它的喜闻乐趣 老百姓喜欢的题材 另外在表现方面 它也是都用原色 像这些大红利这些原色 这个用的证明也是深受观众所写的 服饰会几乎没有描写家庭的 它都是描写家庭之外的人的 各样的工作或者生活的这样一种场景 它不描写家庭 但是我们的年画里头 很多的家庭情境的描绘 就是我们中国人把家庭的和睦 家和万事兴放在第一位 桃花物零化它也比较强调它的情节性 它的这个趣味生动提醒了一个小茅 大家都味道着这个小茅来展开 味道着这样一个宠物来展开 对 的一个家庭生活 所以它找到了一个中心 这个中心不在小孩身上 在一个宠物身上 在一个宠物身上 这将是这个家庭的和谐气氛 这个有限的一种气氛给表现出来 所以这也是当时家庭生活的一个缩影 就是比较富裕的家庭的一个缩影 中国和日本同属汉子文化圈 地理位置上一一带水 文化艺术上交融互建 绵延千年 历史上 中国唐代佛教美术 宋元水墨画 对日本美术的发展 都产生过重要影响 明清时期 木板套色印刷技术争于成熟 不仅推动中国木板年画到清代时达到鼎盛 也推动了日本服饰会的兴起与发展 服饰会是日本江户时期兴起的一种风俗版画 它是市民文化发达的产物 服饰会 意为虚服世界的绘画 有人声如过眼云烟 要及时入世行乐的意思 服饰会内容上大多表现的是市井生活 人物百态和自然风景 歌舞纪重在于歌 重在于舞 就是把这个歌和舞 在通过人的各种动态的表演当中 这个是很不容易的 特别是把几个人物放到一起 在这当中能形成一个统一体 能使人在歌舞这两者当中 能找到他们的细调关系 这个是艺术家的一个创作的一个很重要的构思 他选的这三个演员 有点像我们金剧中间的 比如说这是个镜 是一个黑脸 镜 这个是生 而且是小生 小生代表着这个年轻的男性 还有一个蛋 这是花蛋 这个花蛋还拿着一个樱花的枝 在那里抖了抖了 然后这个樱花洒满了 这个一片 三个不同的这个造型的人放在一起 其实是 我觉得是了解心肠 他感觉到这个三个的配合 关系很好看 像我们在那个徐湖里面 鲁智盛倒霸 徐阳流 对 徐阳流 对 还有北部存阳 这些都通过一些具体的 在日本也有 有一个武士 他到了一个餐馆里面吃饭 身上穿的衣服 很不整机 那个村上的那些人 就笑话他 就嘲笑他 这个时候他眼睛闭起来 前面飞了这个苍蝇鼓 他用夹子 一夹 就是说他的耳朵 听到苍蝇的声音 所以这个合金 他无一高强 所以后来那些人 再也不敢笑他 所以他这个绘画里面 也表现了 你看他这么大的一个腹质 一个大腹 能把那种武士的感觉 那种自在 还有他这个高强的这种 记忆能表现出来 这边在幽在幽在里 在唱 形成了这样一个激奏感 还就是这种精细 你看他所有的东西 都是雕板 套色 印出来的 他没有出位 他印上去的时候 他都在这个变形 对对对 他都不出位 而且颜色也没有染出去 也没有 他没有手绘 全是印的 讲究就在这个地方 清代木板年画 发展到鼎盛时期 出现了多色套印 板印手绘 漏板刷印 墨榻等等制作工艺 而服饰会也发展出自己 特有的制作工艺 比如单会 红浙会 井会 福会 蓝浙会 等等 由于服饰会与年画 具有可重复印刷的特性 低廉的价格 让他们能够进入 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 成为平民生活中的 多彩点缀 据说19世纪初 欧洲人发现 并开始重视服饰会 就是通过印有 服饰会的廉价包装值 不管是怎样的机缘巧合 毫无疑问的是 西方绘画的现代主义 特别是印象派 受到了服饰会 艺术风格的影响 一群大事的出现 包括一些天价的作品的出现 包括它在世界各个博物馆里头的收藏 使得印象派的绘画 变成一个全球性影响的绘画 但是从印象派的绘画中间 人们又明显的看到了 来自东方 尤其是来到日本 服饰绘画对它的影响 包括从梵高的作品里头 从莫赖的作品里头 一大批的后期影响派 作品里头都看到这种 非常明显的影响 可是在来研究服饰会的时候 又发现服饰会 并不是从石头里头泵出来的 服饰会也又受到了一个 更加东方的古老大国的 一个艺术的影响 那就是来自中国的 民间的木板莲花 尤其是古书版的 桃花物的莲花 这种影响是非常直接的 尤其是对服饰会 早期的这样一种绘画 那几位大事的影响是非常直接 服饰会是并前一角 实际上更深和更广播的是 中国文化 那么民间的木板莲花 它表现出来也是木板莲花 但是很多的是书籍的插图 书籍的装饰 它是表现了文学作品里面的意境 这些木板莲花 这些美式作品 它很大的一个根源 是中国的文学 要谈到中国文学 是更加广播的一个资源 更加深厚的一个资源 从这一题上来讲 东方文明 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 东方文化 或者东方艺术的表达 它对世界而言 它是有一种普遍意义的 也是普遍价值的 清代木板年画 与日本服饰会 无论是一起陈列展览 还是进行艺术探讨 都是特别有意思的话题 因为两者有太多相似之处 从历史背景来看 两者的心胜 都得益于社会的稳定 商品经济的发达 和木板套印技术的成熟 在艺术进程上 二者几乎并行发展 都在17到19世纪 经历了兴起 走向繁荣 和逐渐示威的过程 在制作工艺上 它们都受到 明代书籍版画的影响 以木板套印技术为主 都可以重复印刷 广泛传播 中国的木板年画 它主要是表现情节 表现故事 但是到了服饰会 它把这个作品作为一个多副的作品来刷新 那么在人物的塑造上面 它会塑造一些典型的形象 比如说妻女 比如说像这样的这种艺人 它都是表现 形象特征非常的显明 个性非常的特色 它表现的这个美质 你看眼神 所以在思考 在看到好像这四川一样的 这个舌画得特别的美 这个是来自于东方的 佛教一家 佛教有一个思维菩萨 就会这样 对啊 所以不管是彩树或者是壁画 都可以找到 就是她 她的原型 而且我觉得她也把日本女性的美 也是理想化了 对 所以形成了一种城市 你看这个小鹅蛋脸 一个标准的小鹅蛋 这种曲线 包括小秘密眼 写了她表现的这一个作品 她也是形象非常的显明 它对有一种漫画式的 因为对于漫画式以后 她的形象就更加显明 可以从我们 现在很多的小朋友 喜欢看日本的动漫一样的 日本的动漫 也是受到这种夸张并行 日本动漫 如果没有服饰会 就不会有今天的日本动漫 日本的服饰会 它是重视人物形象的塑造 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 和他们署名 就是画家署名是很有关系的 对 因为它有强调个性 强调个性 它不仅仅在表现上的方式 的独特 同时它所塑造的形象力 它的写明性 独特性 也体现了一个艺术家 它的这种个性 服饰会的内容 大多是青楼美人 歌舞记 风景名胜 营造出的是 华丽又虐待感伤的唯美世界 这正是当时日本民众感叹 人生短促 追求现实享乐 同时也崇尚自然的 普遍社会心理 而青代木板年画 多选取农耕社会 人们喜闻乐见的主题 内容积极向上 气氛热烈愉快 表达了中国人民 追求美好生活的内心祈愿 也反映了乐天之命 豁达开朗的民族性格 最有趣的是 当人们都在讨论 民青版画 服饰会 西方印象派 这三者之间有何渊源的时候 在清代木板年画上 我们看到了西方绘画 对中国民间艺术的影响 你看这个嘉庆年间的 民间的画师 就已经玩这个透视 玩得很溜了 大家都知道 中国的这个绘画 特别是东方绘画 很多都是它的平民性 对 这个平民性 在比加速那里 被发展为立体主义 它不是用这种 透视的方式来看的 但是在中国 实际上在这个杨柳青 树的陀花坊 它们也都受到 这个西洋透视法的影响 杨柳青在一起的作品当中 就可以明显地可以看到到 我们的画家 如何通过焦顶 透视的方式 那静大元小 最后击中了一个焦顶上 小色 它的这个所构成的 这个空间透视的变化 一个锥形空间 其实在这里 它的这个透视变化里面 并没有利用色彩的变化 来进行透视 你看色彩都是一样的 近的和远的 颜色都是一样的 但是它是通过了 精大元小的 线条 线条空间 物体的变化的 形态 来进行这个透视变化的 对 因然来说 这是一个受到西方 透视法影响的 一张木板年画 清代木板年画 寓意吉祥安乐 日本服饰会 强调个性夸张 两国民族艺术之间 究竟有何渊源 当服饰会 与桃花物相遇 观中国美术馆 异域同会 文化大观园 正在播出 清代木板年画 是欢乐的 让人心情愉快的 它的题材内容 贴近百姓生活 色彩 明艳活泼 地域风格多样 作为岁末除旧迎新 喜祥纳福的 民间艺术形式 年画寄托着人们 追求平安幸福 富贵吉祥的 美好夙愿 描绘的 是人们心目中 所向往的理想世界 它也承载着 我们共同的民族记忆 我们中国的木板年画 明清哪怕到了 清中期以后 它的主要的对象 还是广大的农村 满年画回去贴的人 还都是农民 因此它的市场 是在农村 它的服务对象 是农民 所以它表现的思想情感 包括里头的这种 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包括那种吉祥的 这样一种祥和的主题 其实都是中国传统 农业文明的一种表达 对的 但是到了这个服饰会以后 不一样了 服饰会的服务对象 全是市民 它描绘的这些对象 也是市井中的人 对对对 就表现是当时候的 在市井中间 进行各种游艺活动的 这些演员 还有包括就是 他们新的旅游业兴起以后 明治以后 旅游业兴起以后 很多的风景化的出现 是为旅游业服务的 是的 我们这个木板年画里头 也有山水画 但是那是和旅游业没有关系 它是另外一个时代的东西 就是这个日本的服饰会 是一个进入近代以后的 一个市民社会的 一种艺术形态 而我们的明清的木板年画 还仍然是一个 停留在龙根文明时代的 一个艺术形态 可以这样讲 你看他表现的那些 实际上对于西方的 像罗特律克这些人 对他们影响很大 他的影响很大 对对对 包括这个 反过化的那些咖啡馆 那些审核 所以无论是从提债 还是从表现方式 我们不要仅仅看 好像是东方绘画了 他的平民心 对于西方 现代主义当中的构成 平民有影响 实际上就是那种 反映的那种意识 他都对他有很大的影响 流行于17到19世纪的 服饰会是日本的风俗版画 它生动记录了普通民众的 日常生活和游乐活动 也反映了当时 日本新兴市民阶层的 审美意识 服饰会在长达两个多世纪的发展中 涌现出了为数众多的优秀画师 林木春信 鸟居清长 喜多川歌摩 东周摘邪乐 葛世北摘 歌川广众 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 被称为服饰会六大家 他们技艺精湛 造诣深厚 作品风格鲜明 代表着服饰会艺术的最高水准 这个是歌川广众的一幅名作 叫白鱼 白鱼就是我们说的好鱼 在白鱼里面表现鱼怎么表现 像中华里面表现鱼 福宝珍它是用刷的地方 斜着刷 歌川广众它这个里面的鱼 它是用线条 充分发挥这个板画的 这个板刻的 这个线条的这种作用 来提醒出来 整个作品它富有 机枪的装饰意味 你看一层一层 它从龙到带 大自然的这个紧窝杆 在它的这个当中 温泉化为了一种形式 这些房子也是你呢 对 就像富士山一样的 一株一株的 三角形 这个圆形 再加上这个鞋鱼 鞋鱼 这个鞋鱼和鞋铺 它之间形成了一个角度 一个角度 就增强了整个画面的这个冲突性 冲突性 这个冲突性也就是紧张激励 动荡 动荡 这些感觉 那些人在这个铺上面 向前走 把这个气氛表现得非常好 对 营造气氛 营造气氛 你风一吹以后 人还是要邪导的一感觉 所以这些都可以讲 是这个艺术家 在创作这些作品的时候 他是胸有成就 把所有的东西 就是怎么样的母品不绝 这样的构式构足 他已经完全胸有成就 胸有成就了 此次展览展出的服饰会 全部是板画家李平凡先生 于2004年 向中国美术馆捐赠的 这些作品珍贵稀有 即使在日本国内 也很难一次见到 这么多大师的名作 对于喜欢板画艺术的观众而言 机会难得 我觉得这个日本服饰会的画家 给世界 给人类 贡献了两个很大的形象 一个就是日本东方美人的形象 我们只要说东方美人 老子头一定出现的是 服饰会下的一个美人 还有就是服饰山的形象 在中国的摩柏林花里面 它的这个山 它的风景 它就是风景 就是山 它是作为自然里面的 作为情景里面的 一个背景 一个环境 而在日本服饰会里面 特别是在格式百在的作品当中 它表现的这个服饰山 是一种赞美 是一种对饰山本体的赞美 它是通过这个对饰山的描写 来体现了一种形色的美感 我认为它对西方 现代主义的构成 也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它是特别强调形色的 斜性 横性 属性 包括在色彩上面 它的这种冷色暖色的 这个过渡变化 从人文化到它的风景化 它都强调作品 它这一幅画本身 它的道理价值的存在 这是这个服饰会 与莫本林花 它是一个很常见的题材来描写 虞乔根独了 但是它这张画不叫虞乔根独 虞乔根独说的是时辰呢 早晨啊 丑时 迎时 那就是天刚刚亮到天亮的 这么两小时之内了 它通过这个试剑 它不屑他们在干什么 对不对 它通过这个试剑来表现 就是这些勤劳的人早晨起来的 早晨起来 用试剑来表现那一刻的事情 对 这个是很巧妙的 各种各样的人 这个时候都要赶早了 我刚才发现 这地方那个木桶 有个木桶后面 这太有意思了 我们可以看到那个 齐北社的那个红衣扫林 骑在这个牛壁上面 爬在牛壁上 在放风筝来 那个穿红衣服的那个扫林 这张画呢 把那个农村里面的气息 表现得非常的浓 所以这张画从手法上看 也是硬和会相结合 它也是把这些不同的人物 不同的这个身份的人 自身的一个画面当中 同一个桥两样之间 来勾起了这样一个整体的画面 所以实际上这个桥 就像那个屏风一样的 也像我们展览的时候 这个一个隔断 如果说没有这种桥 是一个平地 四个不同的人 这上面它就显得尴尬 所以这个艺术家 这个民间艺术家 还是非常有智慧的 清代木板年画和日本服饰会 可以作为中日两国民族艺术的代表 他们有着许多相似之处 这些相似之处 让观众平添几分熟悉亲切感 他们也有着社会功能和艺术传统方面的差异 各自呈现出不同的艺术风格和审美趣味 观众可以欣赏美 欣赏记忆 欣赏色彩 感受文化差异 了解历史渊源 这是一次难得的机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